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教会每年主日崇拜是有一个很长的传统 不过我们宣祷会就是属于那些没有传统的教会 不是吧,我们有宣祷会的传统 宣祷会的传统很短的 只是十九世纪末开始 因为宣教的运动开始产生 我所说的是超过一千年教会崇拜的传统 教会的崇拜每一个主日都进行 其实早期教会每日都会崇拜 特别在中世纪的时候 不过弟兄姊妹来到崇拜就不可能每一天 因为平日要工作 以前不是讲上班 农业社会 有春夏秋冬四季 但是教会的崇拜不是跟着季节的 也都不是跟着节旗 比如好像我们新年 重阳 中秋 不是,现在现代的东西 我们有父亲节 母亲节 儿童节 甚至有教会 庆祝庆祝秘书节主日 不是的 传统的教会 是将全年五十二个主日 分开上下两半 上半不是由一月开始的 你知道吧 上半是由圣诞节开始计 不过是倒数回头四个主日 这么复杂的 所以牧师很忙碌的 年年要计数的 不用 有人计算了 出了书的 圣诞节前四个主日开始 是张临节 张临节之前的主日 就是庆祝耶稣基督 在来的君王 那个就是全年最后的一个主日 上半的主日 从耶稣基督要来 到祂降生 到祂出来传道 到祂受死 复活 圣天 圣灵降临 三一主日 上半年 从十一月 到五月 教会的崇拜 是按着福音书 耶稣的生平 来这样读圣经 每一年 跟一本福音书 通常跟三本 三年 就一个循环 你说为什么漏了约翰福音 这个就无从稽考 可能是参考 犹太会堂的传统 犹太会堂的传统 比起教会的传统 环绕早五百年 更长的历史 那你说下半年 从五月到十一月 来到今天 差不多是结束了 下半年 就不会跟着福音书 基督的生平 这样来到去读圣经 而是会参考 而是会参考其他的耶稣的教训 好像刚才 读到马可福音 里面 关于 这个星期 讲的是 民事 巴利塞人 下个星期 大家会读到 十三章 主 在来 末世的情况 等等 所以下半年 是比较自由 可以选择 不同的经科 你明白这个传统 你就知道 其实 其实主日崇拜回来 不是只是听到的 是读圣经的 读圣经 你说我平时有读 感谢神 因为今天教育普及 你识字 印刷普及 你买到一本圣经 以前哪有的 就算给你一本手抄本 你都不会看 你说今天我也不会看的 虽然那些知识 就不懂得解的 所以崇拜 其实是以神的说话 为那个的中心 不是只是敬拜赞美的 不是只是我们来到唱诗 不是我们来到奉献 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领受祂的说话 神的说话 是在圣经记载 所以我们要将神的话 藏在心里 你说我不记得那么多 是啊 十六岁之后 我们的记性就衰退的了 所以考会考 考DSE 十六岁就要考的了 不是要我们背圣经 是要我们浸人在圣经 神的说话里面 怎样浸呢 每个礼拜 你回来崇拜 你读不同的经课 讲道的时候解释给你听 然后你平时 温宅 灵修 查经 都是将神的话 藏在我们的心中 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然后圣灵会提醒我们 我们时时都以为 圣灵感动 我们就会见到 很奇怪的异象 不是 圣灵感动 是用圣经的说话 提醒你 所以你心里面 有没有神的话 如果没有 圣灵怎样提醒你 是吧 所以相负相成 神的真度 和神的圣灵 在我们信徒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我知道了 我一年就读完整本圣经 这样叫做 水过鸭背 water of the dark 你读完了 你告诉自己 读完了 其实你什么都没读到 不要急 不要急 我们回礼拜堂 我们参加主日崇拜 是一生的事 一生 每一个星期 我们将神的道 藏在心中 所以 这个是教会 编排主日崇拜 那个读圣经 的过程 我去不同的教会 讲道 我很欣赏 希伯伦堂 读圣经的认真 我不是说你们平时 读圣经 那个我不知道 我不是你们的牧师 我是说在台上 读圣经的认真 真是要练的 要训练的 要预备的 在哪里停 是吧 哪里大声 那个字 怎么读 读圣经 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今天我们选择 在四段 新旧约的经课当中 就是路德基 诗篇 希伯来书 和马可福音 我就选择 和大家来到一起看 诗篇 127篇 因为这一首诗篇 一来很短 我们三十分钟 一定讲得完 如果你说读诗篇 一百一十九篇 那就凄凉了 讲三日三夜 不是 七晚培灵会 都没有来讲得完 诗篇127篇 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首诗篇 不过我们熟悉 就只是限于其中两节 我们熟悉的 或者是第一节 若不是耶稣 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 若不是耶稣 我说 看守盛辞 看守的人 就枉然警醒 读书的时候 我们很喜欢抄这一节金句 在考试前 送给团友 以前我们在中级团 做灵修部 我就会请职员 抄很多张的书签 送给考会考的团友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 那你会议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你考试 死读书都枉然努力 这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所熟悉的一节金句 连长一点点 我们熟悉的 是下半首诗篇 即是第三节 乙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吸的 上次 那就抗礼团 夫妇团契 有人有宝贝 快点抗礼团 送一张卡 有钱一点 不用书签 这么便宜 送一张卡 里面抗住 乙女是耶和华 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亦都是他所赏赐的礼物 如果我们只是停在这两节的金句 有点可惜 因为诗篇是完整的 诗篇是神的说话 诗篇有很重要的信息 要跟我们每一个人讲 诗篇127篇 没什么很难明白的地方 事实上他所说的是日常生活的小节 圣经其实很出奇的 他大部分的内容篇幅 不是讲一些圆妙深奥的道理 不是 他是讲着我们大家都有经历过 都明白 甚至有体会 会心微笑 这样的事情 有时看下去都挺濕碎 都挺琐碎 圣经不是应该讲一些很伟大的真理的吗 不是的 他记载亚伯拉罕家里吵架 就好像你和我家里夫妻吵架 他记载两代之间不和 他记载兄弟互相增进 其实是很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 不过圣经记载这些事情的目的 不是给我们做榜样 或者教导我们应该怎样亲子关系 今天我们太容易 就是这样用了这些经文 圣经记载这个事情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他告诉我们 在这些日常的遭遇当中 你看不看到上帝在做什么 我们在做什么 不用圣经教的 吵架 吵完架之后应该怎么做 不用圣经教的 和好 怎么和好 不用圣经教的 总有办法 你懂得做 不过你不肯做 但是说我们经常都有冲突 甚至今天讲撕裂 没办法谈 这样的处境当中 上帝啊 你去了哪里啊 我们看不到 我们不明白 圣经记载这些日常生活的细节 其实是帮助你帮助我 从中可以看到上帝 在做什么 上帝在你的身上 在我的身上 在做什么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都不例外 没错 他开头 问了两个问题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池 这个若不是的问题呢 就好像肯定这样说 其实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其实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有这样的印象 有这样的语气 对不住 其实如果清楚一点翻译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的语气 除非耶和华建造房屋 除非耶和华看守城池 请问今天如果你家里要装修 厕所漏水 哇 淋了 不行了 要铲起地板 再铺过了 你找谁 找牧师 有没有搞错 找牧师介绍 希伯伦堂教会装修得这么漂亮 是吧 哪个师傅 还有一点好处 因为教会找他装修大生意 我这些小事情 是吧 攀着个大客 这个装修师傅 给面准事员工 你会不会找上帝来帮你装修 你找不到的 如果你真的这样问的时候 可能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会提醒你 喂 上帝开装修公司的 不是的 上帝不是装修的 你建屋 你找上帝来建屋 上帝不是帮你建屋的 是吧 除非耶和华建造房屋 这个其实 如果你还记得 你以前中学还是小学 读英文文法 Third Type Conditional Sentences 不记得了 没有人有反应 根本没有发生过 根本不会发生 没有这样的事 你装修找师傅 你建屋找建筑公司 你要看守城池 你找军队 你找Secure 你找保安 上帝不是帮你建屋 上帝不是帮你看守 对不对 我们神学院 有两个校舍 二十四小时要请保安 不用了 神学院 上帝一定看守你 不行的 因为如果火警钟响 消防车来到 没有人开门 他就叫门入了 上帝不是做这些事 不是的 我上帝保佑我的 那是民间宗教 你去上乡 你去插头柱香 你去借负 陷冷 都是他帮你 你要什么 他给什么 那个叫做有求必应 圣王的 但是我们的上帝 独一的真神 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上帝 他帮你建屋 他帮你看住一间屋 不是 你知道的 这个是常识来的 不会 不是这样的 所以 头一节 那个结论是什么 你不要抄书签 好像我以前小时候 送给那个考试 若不是 不是 除非上帝帮你建屋 其实 建屋的人 枉然努力 你建一间屋是流水的 确实有些毛病的 不会永远没有问题的 虽然外表很漂亮 但是已经开始有cracks 开始浸水 水是最难找的 都不知道哪里流出来的 你建得多漂亮都好 都是 有问题 看守城池 你也是 你看吧 你用心看吧 没有任何一个城 没有任何一个城 是永远 敌人攻打不了的 我 枉然 这个结论 其实 他本来一开始就说你们是枉言的 前面说了牢牢是枉言 不睡觉是枉言 接着再加强语气 事实上你们做什么都是枉言 你说这样读诗篇没有人 这个是事实来的 他说什么 早上一早天蒙光起床 晚黑半夜又不睡觉 吃饭都是赶着时间做什么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形形逆逆过去了 你又没办法了 为两餐什么都肯制 你说下边那两个字 人人都是这样的 你说住在香港很发达了 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 下一代要供楼 父母要帮忙 这两句 你选择在香港住 你就要承受这个大城市的压力 坐的士都比较快的 地铁那些的电梯都比较快的 不等你的 枉言 不是 我存够了 我打批脚过下半世 下半世来的时候 你又没有胃口 你又看不到 你又听不到 你又膝头过痛 要不要我再数下去 你再数下去 五十岁就开始肩头痛 那个叫五十肩 三十七岁就老花了 是啊 人生就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骗你 存够钱提早退休了 什么叫够 你看看通胀 你要保证 现在的生活水平 你就继续熬了 再早点起床 再晚点睡觉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讲的 其实是很道的一个描写 不过你和我骗着自己 现在周围都帮我们骗着自己 又说不知道 滴两滴下去 就可以保持二十五岁 加拿大更离谱 用我这种产品 四十岁变三十岁 三十岁变二十岁 有没有看过 大大个字 在那些商场里面 那你继续讲下去 十岁变零岁 明知道是讲大话的 人人就拼命去买 我们不想面对那个事实 生命 你能够掌握到的幸福 有多久 圣经没有庇谓 他很坦白说出来 最没什么人敢在报道会 读诗篇 那还相信耶稣 他提起来 如果你认识上帝 不止 第二节下半说 唯有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上帝爱你又怎样呢 就叫他安然睡觉 安然 都是中文圣经加上去的 本来这句话就是 这就是他 刺及他所爱的睡觉 睡觉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 有两个可能性 你懂吗 第一就是晚晚睡觉 感谢主 你试过晚晚眼光光 睡不着觉吗 晚晚不是一晚半晚 一晚半晚没所谓 别起床看看英超 每晚都睡不着觉 你就真的害怕了 神爱你 神让你一踏下床就睡得着觉 感谢主 牢鹿一世 但是我一踏下床 0.96秒 叮当和大红的记录 就睡着了 但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 睡觉在圣经里面 是讲死亡 神爱你都好 你的生活就能够悠灾游灾 就能够无病无疼 就能够一帆风顺 不是我应该说顺风顺水 你就贴飞春 你就连连在那树 是吧 做运动 武家 死亡必定临到 127篇这一篇诗篇 只是头那两节 就我们顶不住 因为他将生命 那个现实 摆在我们的眼前 你说说什么 我每个字都懂得解 我抄了金句送给人 为什么圣经原来是说这些 我还有十分钟 我要讲下半章 如果不是你很痛苦的了 是吧 你要留在五堂继续听 儿女 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对不起 一百年前 中文圣经很男女平等 他硬是要将儿子和女儿一起讲 其实这里没有的 这里没有提女儿的 你很快就知道为什么 这里是讲儿子 儿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 福宗的后代 都是讲儿子 不是讲儿子 你说重男轻女 你听下去 这些儿子就好像一个勇士 箭袋里面的箭 箭是用来做什么的 用来打仗 是武器来的 是杀人的 所以不是讲儿子 女儿不是用来杀人的 是吧 感谢主 所以不是重男轻女 是重女轻男 儿子用来做什么的 好像箭一样 箭袋充满的人 变为有福 懂得解吗 越多越好 所以今天我们不明白 今天我们一个起两个子 现在中国都放宽了 不是 因为我们不生 以前不是的 以前是三年抱两 哇 你多少个啊 17个 是啊 是啊 都是儿子啊 都是儿子啊 你没有读过《时诗记》 《时诗记》有时诗 有30个儿子 30个女儿 一生就是 娶媳妇 嫁女儿 这样来跟敌人讲和 很奇怪的社会 但是一个真实的社会 祝福这个 箭袋充满的人 原因是什么 最后第五节 其实是个迷底 不要这么快开鼓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 说话必不羞愧 反过来说的 本来是 他们不会羞愧 当他们在说话 在哪里啊 在城门口 对谁说啊 对仇敌 那就明白了 当你要跟人讲数的时候 你身后站了多少个大汗 我一个儿子 我一个女儿 站出来就被人捉了 不是啊 我十兄弟 我十个儿子 走出来 每个都一米九 姚明的款 谁敢欺负你啊 感谢主啊 所以我不会被人欺负 是上帝所赐的 明白这句话吗 是上帝所给的 不是说我要生就生到的 十八个 没有人敢欺负我 我也不会去欺负人 不过你有没有将整篇诗篇 加在一起读啊 没有啊 你只是记得前面 若不是 后面就儿女 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但它是一首诗篇来的嘛 它是告诉你听 当你最辛苦 挨坑底夜的时候 上帝一个一个化骨龙赐给你嘛 懂不懂这么看啊 不懂啊 拆开了两半 化骨龙还化骨龙 不是啊 在你清早起来 半夜都没得睡 太太说我又有了 有没有搞错 个不小心 上帝所赐的 你感恩吗 还是你怀怨 在你年轻的时候 最辛苦的时候 上帝给你十八个儿子 是赐福你 还是赐助你 当时你真的不知道 当时你会埋怨的 因为你不知道 到那一天 在城门口 有人来攻击你的时候 你不用等阿爷吹鸡 你吹鸡 你那十八个儿子就走出来了 上帝一早为你预备的 你现在 懂得感恩 但当时很痛苦的 逐个抽大他的时候 你不会懂得感恩 Cp127篇说什么 在你埋怨的时候 你不要这么快落结论节 约17岁 被卖到埃及 其实那帮哥哥改变了两次主意 如果最后关头 哥哥心远 算了算了 不要卖弟弟了 回去不要出声 晚上回去一起吃饭 大家眨眨眼 什么事都没有 感谢主 大团圆结局 不是 二十年之后 全家饿死 你读创世纪你知道的 上帝没有被约17岁那年 选择 你到底去不去埃及 没得选 二话不说 扔了他下去 上帝没有被摩西选 你要不要入皇宫 你猜好玩啊 他又不是埃及人 上帝正在预备他 给他最好的训练 在西奶山上 懂得将上帝的戒命 律例典章 写下来 不用查字典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为我们所预备的 未必是你 即刻 懂得感恩 但是 他的意思是好的 你会埋怨的 诗篇 一百二十七篇 不是说你不会埋怨 不是说你不应该埋怨 因为最后那节结束的时候 是一个surprise 仿然大悟 看回头 原来上帝一早已经预备 你的感恩会来 迟了 不要紧 上帝眉眉嘴笑 上帝说 如果当年我跟你说 你都不懂得感恩的 所以要等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其实不断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今天看不清楚 将来我们懂得感恩 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是提醒你 上帝的旨意 高过我们的旨意 上帝的道路 不是我们的道路 不要叫他帮你建造房屋 不要叫他帮你看守城市 你看看他在做什么 哎呀 你皱了眉头 哇 生那么多 好辛苦 你不知道 到最后 停在第六节 结束的时候 你的心 充满感恩 这个感恩 是因为上帝 在一早 为你预备 当时 他没有叫你 懂得感恩 但是今天 你回头看 你明白 他爱你 他为你准备 他为你安排 求主帮助我们 将神的话 藏在心里 是吧 在一个十一月的主日崇拜 你明白了诗篇 一百二十七篇 有一天 你睡不着 你说上帝 你去了哪里 我好痛苦 你找回这篇诗篇出来看 记住了一百二十七 不要去找了一百一十七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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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同心 低头祈祷 感谢天父 在圣经的记载当中 你留下宝贵的说话 成为我们的提醒 成为我们的鼓励 不是在我们感恩的时候 却是在我们沮丧 绝望 灰心 想放弃的日子当中 原来你仍然 眷顾着我们 我们虽然不明白 甚至不想接受 但原来你所赐的 都是好的礼物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都是成为我们的祝福 多谢你 多谢你 但愿我们学习 凭信 不凭眼见 但愿我们学习 在不明白的日子里面 我们仍然仰望你 知道你的恩手 并没有离开我们 你尝与我们同在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 是超过我们所想 所求的一切 多谢主 我们恭敬 将诗篇一百二十七篇 藏在我们的心中 求圣灵 引导我们 走在你的真理的亮光里面 奉耶稣基督圣明祈祷 阿们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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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点赞